三场的团体总分 正方 东吴大学代表队的得分1090分 反方 福州大学代表队的得分1051分 大家好 这里正在举行的是第七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 半决赛的第四场比赛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 参加本场比赛的正方代表队 政治大学代表队和反方代表队 福建师范大学代表队的变手们上场 有请 首先请双方同学做个自我介绍 政治大学财政学系二年级蔡雅琴问候在场各位 我是政治大学法律系一年级沈其云问候在场各位 政治大学新闻学系二年级陈思颖请多指教 政治大学法律系二年级蔡雅琴问候各位 接下来请反方福建师范大学代表队的各位选手 做一个自我介绍 福建师范大学一辩李静 二辩赵富多 三辩张翔 四辩凌晨洁 问候各位 好请正反双方同学请坐 本场辩论的辩题依然是网络语言会不会冲击传统语言文化 正方同学的观点是网络语言会冲击传统语言文化 反方同学的观点是网络语言会丰富传统语言文化 首先我们请正方一辩蔡雅琴同学开篇陈词 时间是三分半 有请 大家好 什么是冲击呢 当外来物种大量繁衍 排挤了本国物种的生活空间 这是冲击 当男人有了新欢 剥夺了对太太的爱 这是冲击 因此一个兴起的事件排挤到了旧有的事件 为之冲击 而什么是丰富呢 如果今天联欢晚会的满桌的菜肴 但每一道都难以下宴 我们绝对不会说 绝对不会人人都称赞 这是一桌丰盛的菜肴 因此丰富绝对不是量多就好 而是应该值和量都应该减备 回到我们的命题 我们要论证 今天的论题 我们就应该 回到今天的比赛 我们要论证今天的辩题 就要端看网络语言之一 传统语言文化 是伤害 使之贫乏 亦或使整体质量都更兼备 我们都知道 语言是文化的一环 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 而一个语言的基本门槛是什么呢 在童话世界里 人与公主的哀愁来自于没有语言的能力 他无法和王子表达他的想法 因此一个好的语言 首要是能让人精准的表达 精准的接收 当键盘成了我们的书写工具 打一个中国字 我们要按两到四个键 为了求快和便利 我们产生了各式各样 天马行空的注音文数字文 报导们更指出 时下的年轻人为了时髦 为了呈现自己很酷 往往会自行发明网络语言 因此网络语言只不过是 大家随便定下来的罢了 好比MM 究竟是妈妈 是妹妹 是Murr 还是MM巧克力呢 因此 有48%的北京大学生们就承认 网络语言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误会 第二 传统语言有它一定的脉络 语法和架构 所以2000年前的史迹 我们信手翻来 还是能够大略的读懂大义 就像母亲的便当 装的绝对不是只有饭菜 还有妈妈伟大的爱一样 传统语言 绝对不是只有语言 更是承达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因此 当我们看到 在中学 有98%的教师们 认为学生们的国文能力下降 其中就有七成的认为 是受到网络语言的影响 在小学 有6成9的小学生们 会使用网络语言 更可怕的是 即便有6成2的小朋友们 知道使用网络语言 会造成语文能力的下降 但他们能难使用 是因为这是一种潮流 不使用会被同学们嘲笑 以传统文化为本 是今天正方一直念字在字的 因为人一代接着一代的传承下去 但是每一代的生活成果 都会进入到我们的语言 成为下一代的资产啊 不论你我是不是伟大的文学家 我们都不能保证我们的小孩 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挖身我们传统语言文化的伟大文豪 当我们使用了网络语言 就是伤害摧毁了 网络传统语言的概念 如此我们又如何能让 我们的文化永续发展呢 纵上所述 正方认为 网络语言冲击了传统语言文化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正方一辩 接下来请反方一辩 做开篇陈词 时间为三分半 有请 主席 评判 大家好 自古以来 汉语就是对各种不同地方方言的 吸收和保留 传统语言文化发展的生命力源泉 就在于对世俗文化的接纳和包容 正所谓海纳百川 有荣乃大 兼容并包 和而不同 这正是传统语言文化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这就是为什么 中华的传统语言不是罢处百家独尊儒数 而是儒家 道家 法家 墨家 佛家多元的融合 这就是为什么汉语普通话每年都要吸收一些地方方言和世俗里语成为它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也就是为什么下载 发帖 链接等等的网络词语会被汉语大词典所收录 这难道不是网络语言丰富传统语言文化最好的佐证吗 以同为鉴可以正一观 以史为鉴则可以知心体 让我们回顾历史吧 汉语言发展的历史从古至今都是由创造走向更新 从争议走向丰富的 如果没有了诵词对唐诗的更新 就不会有了诗歌的丰富与发展 甲骨文 金文 小传 大传 文言文 白话文 传统语言文化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它才能够汹涌澎湃 奔流向前 海纳百川 这是任何一种文化兴盛的根本道路 君不见 古希腊的文化之所以灿烂 正在于它允许异己的存在 春秋时代的中华文化之所以辉煌 就在于它允许自由的争鸣 而如果没有了唐朝的开放 又怎么会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的交融激荡 如果不是文艺复兴的变革 又哪来的希腊经典文化的再现呀 相反的 欧洲中世纪之所以被称为黑暗 正在于宗教文化它垄断一切排除异己 而秦始皇之所以被称为残暴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焚书坑儒 因此今天到底是谁在断绝了传统语言文化发展的命脉 是网络语言还是那些打着保护传统语言文化的旗号去拒绝让它发展的味道式呢 难道孤步自封就是传统语言文化的前途 作茧自负就是传统语言发展的命运了吗 适者如斯 在今天这个网络化的时代 传统语言文化应当秉持的态度 到底是罢处百家一枝独秀 还是兼容并包百花齐放 我想答案不言自明 中华文化底蕴深厚 大道无形不可撼动 网络语言更添丰富 日月同辉携手并进 千秋万代万古长青 谢谢各位 我们是在优美的抒情诗中 忘记了鸡肠碌碌 等待着更加精彩的质询 下面就请正方二辩沈其云同学进行质询 时间是两分半 有请 谢谢主席 在场回答好 荣哥您好 你好 想请问您方 您方刚刚说一个接纳的概念 那我想请问一下 在我的电脑里面有很多越来越多的城市 对我的电脑而言是丰富 可是今天如果来了一个木乃 特洛伊木马伊病毒 把我其他的城市通通吃光光了 那您方觉得这样子的病毒 值不值得接纳 值不值得接受呢 也就是说您方今天认为 网络语言就相当于特洛伊木马 这样一种病毒 我只想问你的是 如果当一个东西进来 伤害了 甚至是冲击了 消灭了其他东西的时候 这样子的东西 您方要不要接纳 您方要不要卡开心胸 是如果真有这样的东西的话 我们当然要排斥 但网络语言不是这样的东西 那我想请问你 当初日本殖民台湾的时候 曾经推行一下叫做黄民化运动 它将所有的汉人 不准他们讲汉语 通通要讲成日本语 请问您这种进讲汉语 改讲日本语的语言的状况 您方认为是丰富了汉语呢 还是冲击了汉语呢 对方便有 我们今天的网络语言 有没有让您只讲网络语言 不讲其他语言呢 我只想问你 这种用日本语言 取代汉语的方法 您方觉得是冲击还是丰富 这种取代和挤占 当然是一种冲击 但网络语言没有这样的作用 对方便有 那我再想请问你 您方认为使用率的下降替代 是一种冲击 您方知不知道现在国小 有八成八的人会使用文言 会使用火星文 甚至有六成八的人 直接叫他们写出作文 您方觉得这样种取代 原本我们作文 应该写一些文章优美的古语 现在敢用火星文 您方觉得这有没有取代关系 有没有冲击关系 如果您认为一种新的语言 使用的更频繁 就挤占了原来的语言的话 我们白话文的出现 是不是就挤占了文言文的生存空间 对方便有 是不是唐诗诵词 就挤占了诗经义经的生存空间 那我再请问你哦 您方说都既然是丰富的话 您方知不知道 上海最近立了一个新法 要求所有在官方场合 通通不许用火星语言 这样您方的逻辑是丰富 所以换句话说 上海太大 对方便有 我方还没有这样讲哦 所以才愿意禁止 对方便有 请让我说话好吗 也就是说 官方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要指引我们的网络语言 健康发展嘛 小孩子不懂事情 我们交给他 而不是要消灭他嘛 这么做有错吗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小孩使用火星文 很普遍的时候 你方认不认为 他承载传统语言 文化的意义就消失了呢 小孩子使用火星文 很普遍的时候 老师应该交给他 您使用什么样的文 换句话说 当老师要教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代表 这个儿童 已经开始有承载的 上面的问题了 所以你不要教导他嘛 对方便有 今天的事实是 您在使用白话文的时候 是不是就不使用了文言文 您是不是就可以论证 白话文在冲击文言文 压运的东西有不同 例如说白话文 压运文一半流传 白话文也可以造新师 可是请问您了 我今天如果把一个 所有的网络员大权 念完之后 我会造出什么 古诗心去来呢 好 对方便有 时间没有了 稍后再向您慢慢解释 好吧 谢谢 双方倒是有理有结 好 接下来请反方的二变 进行质询 时间两分半开始 对方便有您好 对方便有您好 对方便有刚才您在 理论中谈到的第一点 说的是 几站生存空间 就等于冲击 我没有听错是这样吧 当我们伤害 对方便有是这样吗 对方便有是这样吗 就是一种冲击 谢谢 我明白 那是不是说 您今天您出生了 在您父母 这个三口之下的小房间里 原来只有父母两个人 现在您出生 房间变成三个人 挤占了父母的生存空间 是不是您就冲击了 您的父母啊 对方便有这不是哦 对方便有 冲击是什么 是我们如果 好比说像是外来生物 因为它的生存 使我们另一个 受到了威胁 我的出生 不会影响到 我爸爸妈妈的生存啊 对也就是说 光挤占生存空间是不可以 还要有威胁对吧 对方便有 但是网络语言 确实就是威胁到了 我们的传统语言文化 是这个意思吗 嗯 好谢谢 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好吗 好 刚才您说啊 我们传统文化 需要有一种精准的表达 那我们知道 我们古典诗词之美 其中有一种美 叫做朦胧美 琼瑶把它写的小说 就用这种方式表达出来 月朦胧 鸟朧朧 这么朦胧的一种美 您说 他跟您的精确矛盾吗 对方便有 如果只有精确才是美 这个朦胧不是美吗 对方便有 您误会了 我方所说的精准 不是说他的意境 嗯 不能够朦胧 而是说我们在词汇上的表达 嗯 好比MM 妈妈就是妈妈 妹妹就是妹妹 对方便有 您的妈妈 不会是您的妹妹啊 好谢谢对方便有 谢谢 那您认为 汉语和英文 哪一个多译词更多 哪一个更精准 是不是因为我们汉语 多译词 多音词 比英语更多 没有英语精准 我们汉语就应该被英语排挤 是这样吗 方便有 汉语跟英文 我们这两种语言 它都有各自的优点 嗯 当然是两种不同 当然是没有谁排挤时的关系啊 我们汉语的 我们汉语优点在哪里 就是在于它意思很丰富 我们表达一个意思方式 我们表达一个意思方式 是在于它佛大精神 传承了五千年的历史的概念 好谢谢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好吗 好 我们说 唐诗以前有诗经 我们诗经当中有表达意思 有经 兼加苍苍白露为双 所谓一人在水一方 这样的表达方式 可是有唐诗诵词以后 它的爱的表达方式增多了 挤架了它的生存空间 您认为这对诗经本身 是不是就构成了冲击啊 这方面也不是 因为这是有一脉相承的概念 好比有韵脚 好比它的译境 好比成语 好比典故 但是网络语言呢 它不是哦 因为我们是使用了键盘 我们会出现了数字 出现了种种的火星文 这是截然不同的啊 也就是说 您说只要传承下来 就算不算冲击 是这样吗 但是很显然 网络语言没有传承 我们的文化啊 那我们使用网络语言的时候 我们说爱老虎油这样的话 520这样的话 英国人美国人 能不能听得懂 当然听不懂 显然是要有 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底蕴 才能听得懂 这样哪里没有传承 网络语言哪里冲击 谢谢 感谢双方同学 下面请正方三辩 陈思颖同学进行质询 有请 对方便有您好 您好您好 对方便有想请教您哦 您帮认为火星文 现在使用的频率频繁吗 呃还可以吧 还可以 对 好那对方便有再请教您哦 您帮认为就是使用火星文 会丰富我们的传统语言 是怎样的丰富法呢 对方便有 其实这个道理应该是这么讲的 我们过去在使用戏曲语言 只能在戏台上使用 我们今天使用网络语言 只能在网络中使用 只能在戏台中使用的戏曲语言 当然是丰富传统语言文化 所以您帮其实的意思是说 网络语言只能在网络上生存是吗 在平常日常生活中 在写文章 在做比赛的时候都不能使用 是吗 对方便有 如果网络语言不规范的使用 错误的使用 就像我错误的使用翻译一样 那当然是应该得到规范 好那对方便我们大家都了解 您放意思了 您放意思 我再重复一次 是网络语言只生存在网络世界中 那想请问您哦 也可以相互借鉴啊 不完全是啊 请问您哦 如果今天一个语言 不会跟其他语言交流的话 这个语言要如何丰富我们的语言呢 对方便我说是可以 就比如说一个孤岛上的语言 他没有跟我们中华文化互相交流的话 那个孤岛上的语言要如何跟我们丰富呢 请您回答 对方便有 网络本来就是大家相互交流的一个平台 当然会影响到网络传途原文化 您放刚刚跟我们说 网络语言只会生存在网络上 它不能使用在日常生活上 它也不能使用在我们课堂上 它都不能使用 它只能存活在日常生活中 对方便有 您刚刚告诉我说 网络语言只能生存在网络世界中 对方便有 您放误会我方的意思 我方是说网络语言是需要规范 而不是说所有的网络语言都只能在网络 所以您方认为网络语言只能被规范中 在网络世界中是吗 那就不一定啊 必须要规范使用啊 对方便有 所以您方现在要改变意思说 对方便有 我方没有改变意思 那您方现在是觉得网络语言该如何规范呢 对方便有 当然是按照传统语言文化的规律来进行规范了 对方便有 您知道网络语言它造词跟造句的逻辑 本来就跟我们传统语言的逻辑是不同了 您又要如何用一个不同的逻辑来规范它呢 对方便有 怎么能够说有完完全全都不同呢 两者之间就没有相互借鉴的程度吗 对方便有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吧 我们传统语言中 所有跟水有关的字 我们都会从水字旁 但是您方 只要是生母同样的就可以 例如说照片 我们就可以说是PP 妹妹同样的 生母就可以说是MM 请问这样是同样相同的造字逻辑吗 对方便有 我们有了草书的时候 往往那水字旁一笔带过 我们都看不明白 但是我们都知道那是水字旁啊 对吧 那但是那还是水字旁 有水的意义就一定要有水字旁啊 对方便有 没关系 我们再请问下一个问题哦 语字头也可以啊 对方便有 我想念一个文章给你听一下 您说 嗯 P L M M G G 把妹 请问你知道我在说哪一个诗词歌赋吗 对方便有 一定要是诗词歌赋才叫丰富传统语言 不 当然没有 我现在在说丰富语言嘛 好 谢谢 谢谢 好 时间到 好 我们接下来请反方三遍张翔同学进行质询 时间为两分半 谢谢主席大家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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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想请教您了 传统语言文化它是博大精深的 是啊 对 博大精深到底是基于它海纳百川 还是基于它排除异己呢 对方便有 在海纳百川里面也要每个都是好的河川嘛 对方便有 那我们今天网络语言这样一个巨大的语言创新 对方便有 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排除在外呢 对方便有 我们丰富的概念是要值跟量都要同时考量 今天我们发现网络语言它的值不好 我们当然不能容忍它 它就好像是木马城市一样 为什么智慧不好呢 我想请教您哈 好 2007年8月16号教育部公布的2006年汉语新词语选部中 就收录了171条新词 其中有30多个网络词汇 它正在丰富传统语言文化 对方便有啊 你知道网络词汇它是多么庞大的数字 它这么庞大的数字里面只收纳30个 事实代表是这么庞大的数字 这么多的网络语言之后 只有30个是好的其他都是坏的呢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网络语言正在丰富传统语言文化呢 不会 对方便有 我解释给你听 因为这30个好的在丰富我们 但其他几千几百万个坏的 都在频发我们的文化 对那我们 那对方便有 您般的意思是说 网络语言 那种错误的使用方式 会冲击传统语言文化 不不不不是它错误的使用方式 而是它本身就会冲击我们的传统文化 哦本身就 那为什么还在丰富呢 就是说PPMN 对方便你不要再举30个了嘛 我已经告诉你 还有其他千千万万也准备不看了 那好那对方便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先请教你 网络语言中有没有传统语言文化的成分呢 哦有啊 有那传统语言文化中 也能够吸纳网络语言 所以是传统语言 丰富的网络语言 而不是网络语言 丰富的传统语言 对方便有 这样一种相互的借鉴 为什么就不能算是丰富 如果相互借鉴不算丰富 什么算丰富 只有少部分人在丰富 其他大部分都在评级 那这样伤行之下还是评级了嘛 对方便有 语言本来就是大家约定俗成嘛 有约定俗成 大家觉得应该收录的时候就应该收录了嘛 好对方便有 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其实网络语言它是不会约定俗成的 我们有一份资料检释出 其实网友们 为什么他们要使用网络语言 是因为他们想表白他们的独特性 他们讨厌跟别人使用 他们讨厌跟别人使用一样的网络语言 所以他们会自创词制造意思 所以网络语言是不会约定俗成的 对方便有 我会说福州话 可是我方二边会说东北话 如果我说福州话 他说东北话 两个都不能交流 所以我们是抑制的 但是地方方言永远都是传统语言文化的瑰宝 难道因为不一样 我们就说他应该排除掉了吗 可是今天对方便啊 网络语言不是地方方言啊 网络语言就在网络中 最流行的方言是 为什么不是一种社会方言呢 他不是社会方言啊 他不是社会方言啊 因为社会方言 其实还是会追寻我们的文化方言 时间到 继续有请双方同学进行小结 先从正方开始 有请 谢谢主席 温和在场各位大家好 大家今天反方说啊 每个文化都是一脉相成有容纳的概念 可是大家要想 从古文到现在 经历的宋词唐诗诗圆曲 很多东西都是由运文发展而来的 只是运文的变化型不同 直到今天的白话文仍然有新诗的出现 也象征着运文的代表 就像古时候我们写小说 也有章回 不同章回长篇短篇 不同集结成小说 可见他们即使在不同的形貌上 也有一脉相成的概念存在 可是今天的网络语言 却不是跟我们同类 怎么说呢 网络语言一开始的发展 便是在于一些网友想要偷懒 想要简单打起个键盘 就能跟别人互相沟通 想要标心意 显示自己很酷很炫 所以这个时候开始出现流变 开始出现不一样 开始出现简化 例如说哥哥 他可能去掉生母 留下孕母 直下GG 像妹妹 他可能只是 也是去掉孕母 留下生母 直下MM 像数字 如果我 就简单可爱一点 就叫我 或者是我 就要改成无 很多不同的字音 同样的代换的时候 这时候开始出现了问题 因为这种不同独特与传统语言的造字文化出现的状况 就形 我们自讲说字音型 就形象方面 原本每个字都有不同的部首 不同的意义 可是这个时候只留下生母 留下符号 留下印象的时候 这个字型就造的改变了 而且字音也出现了问题 原本我们说哥哥 我们说妹妹 可是我们现在只能念 妈妈 GG 这样子还不是对传统语言文化的 从字型 字音上面的伤害吗 不但如此 他对成语跟 对成语跟诗词也有巨大的伤害 例如说 用MM代表漂亮美眉 代表漂亮的美女的时候 可能他就会失去了 大家闺秀小虾碧玉 在形容不同美女的时候 也许只留下了 这一个简单容易的语言 让我们去陈述 或者说感食花见类的时候 现在可能改成 感食花哭哭 感食海带类 例如说 窈窕美眉君子好求 变成PLMM GG把妹 这个时候很简单的东西 替换了原本传统语言文化 甚至在网路大张旗鼓 八成八的小朋友 会使用网路语言 甚至在美国 还有人直接把网路语言 带进考场 直接用网路语言书写 甚至非常多 上海也禁止使用网路语言 包括很多的家长 很多的老师 都共同集结开会 讨论网路语言 对于现在传统文化的威胁性 他们说了 这些传统语言文化 在透过这种网路语言洗礼之后 国问能力开始下降 语言开始无法保存 这难道不是网路语言的冲击吗 就像我对对方便有说 对方便有GL 你们方能够理解我说什么吗 我其实跟你说的是加油 可是这时候搞不好 你以为我在讽刺你 于是我们产生了误会 所以美国有人承认 48%的人 语言不精准使用网路语言的时候 就会有冲突的问题 谢谢大家 好 下面我们进入精彩的自由辩论阶段 首先由正方 对不起 那接下来由反方 反方同学进行小节 有请 对不起 谢谢 谢谢主席 各位好 今天对方便有告诉我们 一种语言 他一种语言 可以不是约定俗成的 我方不代表 我方不赞同这样的观点 如果说一种语言 不是约定俗成的 您说的话我不懂 我说的话您不懂 这叫什么语言 语言连沟通 这种最基本的职能都没有 它怎么称为语言 我们把它叫做网络语言 就代表它有一种交流沟通的职能 如果说它一旦丧失了这种职能 它仅仅就是一种符号 而不能称之为语言 第二 今天对方便有跟我们谈 说挤占了生存空间 就是对它的威胁 我想问对方便有 您的这种观点 是不是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 一直就是封闭的 禁止的 不会发展的 不能扩容的 如果说它是封闭的 禁止的 当然您多放一点 它就生存的空间就越小一点 所以唐诗来了 所以诵词来了 唐诗生存空间就越少了 唐诗来了 我们诗书礼义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少 现实是这样吗 不是的 现实是诵词永远不会挤占唐诗 我们诵词更优美的表达方式 跟唐诗之间并不矛盾 反而更加丰富我们的传统语言文化 我们的诗书礼义在唐诗诵词之后 也能被人所使用 在今天 对方没有刚才滔滔不绝 给我们背诵了这么多唐诗诵词 我们听了赏讯悦目 我们感觉到了对方便有您的文采 您怎么就说我们的传统文化 离我们远去了呢 怎么就说它被网络语言所排挤了呢 我不懂 如果它真被排挤的话 您这滔滔不绝的唐诗诵词从何而来 今天对方便有告诉我们 说传统语 网络语言跟传统语言还有一个不同 在于它破坏了语言的规则 我不懂 破坏了语言的规则 我们传统语言就没有吗 我们说晒太阳是什么意思 是我们人在太阳底下晒 还是把太阳拿出来晒 按照我们传统语言规则 是要把整个太阳摘下来 放在灯前面 或者是什么 上面晒一下 这才叫晒太阳 不是嘛 我们的传统语言规则本身就有多样化的 历朝历代 规则也在不断的更新 网络语言今天 只不过是借用了不同的传统规则 稍稍有所差异 您就认为它是在冲击网络语言 它是在冲击传统语言文化 这样的观点正确吗 我们今天再来想一想 对方便有您是不是把我们的传统文化 视为一种已经即将死去的 已经禁止的一种文化呢 我们这里有一瓶水 我们可以看见它 我们这个瓶子里装的是有水 大家都可以看见 但是我们看不看到 这个除了水上面还有这么多的空气 我们的传统文化 是不是就像这个瓶中水 瓶中水上面的空气一样 荡漾在我们的四周 充溢着我们整个的空间 渗入了我们的血脉 渗入了我们的生活之中 而让对方便有您不知不觉的 就把他忽略 以为他被网络语言冲击了呢 谢谢 好 小节结束 下面是自由辩论 先从正方开始 有请 对方便有 这边有一篇网络语言大全表 里面罗列了我们大部分 日常用的网络语言 请问对方便有 我把它被滚瓜烂熟 我怎么丰富的传统语言 对方便有 这里就有一个例子了 我们过去说 使用一个人口才很好 像对方便有 叫做口若鲜河 今天网络上帮我们去 发很多文章叫做灌水 同样都是水 对方便有为什么不是一种丰富呢 对方便有 不断告诉我们说 只要网络语言纳入词典之中 它就是丰富我们的传统语言 那想请问 这个符号 可以纳入传统语言之中吗 这个符号 其实我们的传统语言的意思 是五体投地的意思 请问 这个符号 会纳入传统语言之中吗 对方便有您所展示的符号 是一种象形的表达 我们的传统 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字 是不是一种象形文字 都是象形的表达 谁冲击谁啊 对方便有象形的表达 归象形的表达 可是现在我们发展至今 已经各个里面有不同的意义 往往都已经限缩 在每一个不同的意义当中 您方是不是要走回头路 告诉我 这样子的东西叫做掩耳盗铃 也可以放入成语点当中呢 可是啊 对方便有 我学习很累的时候 回到家上上网 我们轻轻松松的聊天 今天啊 文字可以和表情齐飞 难道这样不就是填补了 文字当中 一些很难感性表达的东西吗 那对方便有 如何来和我们解释说 现况下有那么多的人 那么多资料 显示出现况学生 已经语言能力驾降了吗 还请对方便有 告诉我们这个符号 如何取代我们的见钱眼开 是财如命吧 对方便有 您方一直举出符号 我方已经告诉您了 符号本身能够反映出 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情感价值 而这样的情感价值 恰恰是传统语言文化的根本所在吗 再次请教对方便有了 我们过去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 就有德先生赛先生之说 这样的一种外来文化 难道也冲击了传统语言文化 它不是恰恰丰富了吗 对方便有啊 其实我们文化发展到今天 我们已经舍弃了象形文字 我们今天写鸟 我们是一片一画慢慢地写 而不是画一只鸟 可是今天这个符号 对方便有告诉我们说 它是象形文 但是我们如今已经走 放弃了象形文 画一只鸟的方法 难道我们在使用这种文章不就是 文化开倒车的行为吗 对方便有好奇怪 刚才对方便有告诉我们说 文字里凡是有水 就有一个三点水盘 对方便有犯弃象形文字 是不是宁方告诉我 传统语言文化要发展 就把水字盘去掉呢 对方便有 水字旁向行文 以前是画一条河嘛 你今天还在画一条河吗 对方便有 您方的观点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过去是一条河 我们说它是河 现在用嘴巴说是河 它也是河 所以表达方式的不同 同样反映的是人们的民族情感嘛 再想请教您了 难道说我们今天要丰富 传统语言文化 就一定要完全的吸纳网络语言吗 什么情况下叫完全吸纳 才叫做丰富呢 对方便有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刚刚举出来的一些表情文 出现在作文 出现在履历表 出现在大学考试的时候 您方是不是也要狠叫 跟我们说天哪 我们的传统语言被丰富了呢 对方便有啊 那是小孩子他不懂事 而用错了地方嘛 就像小孩子 他有时候会扣错扣眼一样 今天我方四位是师范生 教小孩子 将语言用到了适当的时间 适当的地点 是我们的职责呀 这方便有说 这是小孩子犯的错 这方便有 你方便有看见 在台湾连大学生 他们新鲜人 既里列表都用火星果人 这方便有 这次只有小孩子会犯的错吗 这方便有 我会说福州话 可是我往往有的时候 也会错用福州话 跟一些会国语的人 我也有 只会国语的人 我也说福州话 这就是错误的使用翻译 难道错误的使用翻译 就说翻译 是在冲击我们传统语言文化 那传统语言文化 如何越冲击越丰富呢 对方便有 您方四位辨识都非常的优秀 你们可以同时使用文录语言 也可以同时使用传统语言 但是您方 您方一直活在您方想象的 桃花园里面 还是看看现实社会吧 现实社会有十分之一的履历表 它们有火星文 有两百篇的作文比赛 它们是有火星文 您方还是看看 你们这个现实吧 对方便有 任何人使用都会产生错误 使用错误 我们就禁止它使用这样的方法正确吗 我们说使用本身就是多元的 我们在不同地方使用不同的语言 今天我跟对方便有道歉 我说对不起 我当然不能说 胸台雅亮 竖小子无知冒犯 对方便有您心安 对方便有您方 刚刚既然告诉我们 说错误的东西使用它 我们不应该禁止那 我错误的使用药物 是不是应该要禁止这个药物呢 对方便有错误的使用 当然要禁止 所以网络语言使用也要有其替方 就好像我给我老爹听周杰伦的酸结果 虽然他听不懂 难道因此就说酸结果不是中国分吗 对方便有您告诉我说 网络语言它要限制的使用 请问对方便有您 它限制在哪里使用 如果它只限制在网络上面使用 请问对方便有您 它怎么丰富我们的传统文化 对方便有我们所说的限制使用 是说它有一部分可以借鉴的 我们要慢慢借鉴 有一部分还不能借鉴 我们必须要做一种社会翻译 让它在网络中所使用 一种社会翻译 为什么是冲击传统语言文化 对方便有请回答 对方便有在很多有传统语言文化 像是作文履历表 甚至家书之中 通通都是我们传统文化所发扬之地 可是这些地方 通通被网络语言攻陷的时候 您方还觉得不是冲击吗 对方便有一直拿网络语言 使用错误的地方 来作为他们的例子 那我方就觉得奇怪了 在《水浒传》里称我为撒家 写情帖的时候称我为在下 今天我在网络语言当中称我为偶 多了一种表达方式 为什么是冲击而不是丰富呢 对方便有 所以您方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用偶 在写作的时候也不能用偶咯 对方便有 这个不一定 我们总得看情况嘛 就好像我上乡拜佛的时候 我会说阿弥陀佛 这是一种宗教语言 可是我们今天传统语言文化 难道不包容它吗 对方便有 当然对方便有 我们现况下就发现 《华盛顿日报》就指出 因为我们太常使用网络语言了 导致不该使用的地方也会使用 所以大学生考试才会把网络 Because才会使成BC嘛 这方便有 什么叫通假字呢 是不是古人当时写错了 写了错别字 结果被大家都认同了 就成为了通假字 通假字 是不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一部分 如果有一天 网络语言也跟通假字一样 我们大家都认识 为什么就不能成为 我们文化交流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呢 这方便有这种方法 这方是鼓励 我们在履历表面 平民都用火星文来介绍自己吗 这方便有 当然不是啦 所以我们今天是要控制它的使用嘛 所以我们今天打官司的时候 我们用司法语言 念经和祈祷的时候 我们用宗教语言 唱戏的时候用戏曲语言 网络中用网络语言 为什么对方便有 一定要不能够接受它呢 不是我方不能够接受 是你方二辩刚才说 我们鼓励这种 骗假字的形成 而你方三辩却又说 这种行为应该要规范 绝对没有 你方到底地场是哪一个啊 对没有 任何一种语言的使用 当然要规范啦 在规范的指引之下 大家慢慢都习惯了 自然不就水到渠成了吗 今天我们传统语言 我们可以说口落悬河 今天到网络上 我们换了说法 变成了灌水 我换个马甲 对方便有 您怎么就不认识我 不认我是传统文化了呢 对方便有 一再告诉我们说 网络语言要规范 可是我怎么没看到 对方便有说 传统语言要规范 是不是其实对方便有 也知道网络语言有一些缺点呢 对方便有 传统语言文化内部 本来就是多元的 多元的语言形式 之中也需要规范 哪有一种语言形式 不需要规范 对方便有给我举出一个吗 对方便有 我就看不到传统语言 有什么规范啊 对方便有 哪一种语言没有缺点 世界上存不存在一种语言 是绝对纯洁的 没有任何乌言互语 没有任何语法错误 如果有这样的一种语言的话 我们就都去使用它 如果没有 我们还是 就此现状 使用我们的网络语言 好吧 对方便有 还是一直不想正面回答我们 为什么传统语言不用规范 但是网络语言都要规范 所以其实对方也知道 暗中也知道 网络语言有一些缺点吗 对方便有 我们哪里不需要规范 打官司说 司法语言不能在其他地方有 念经的时候用宗教语言 不能在现实中用 这难道不是规范吗 对方便有 您方总是说 要规范要规范 可是如果在那些 最需要传统语文化出现的时候 您方都禁止掉了 是不是也觉得 传统语言文化 在那个场所的时候 绝对不应该用网络语言 而会冲击呢 对方便有 哪里有 您方已经给我举出例子了 上海市已经规范说 公文地区不得使用网络语言 这难道不是 我们对它认识 并接纳的一个过程吗 正是因为上海地区害怕 网络语言 贫乏了我们传统语言 它才要禁止的 不要曲解人家的意思嘛 对方便有 在作文比赛中 国际作文比赛中 200多篇全部都是网络语言 它难道没有 侵蚀传统语言的地盘吗 对方便有 许多老师跟学者们 他们都指出 网络语言 会贫乏我们的传统语言 会造成我们的学童能力下降 这么多的前辈都 难道你要告诉这些前辈说 啊前辈们你们起人邀天啦 对方便有 我跟你说的时候 BXCN的时候 你能够理解我在说什么吗 我在说你冰雪聪明 如果连沟通的基本要件 都理解不了的话 这还不是冲击是什么呢 对方便有 六成二的小学生 他们自己都觉得 他们自己因为使用网络语言 而使语言能力下降 您方还要如何论证 网络语言会 丰富传统语言呢 对方便有 美国有1800名的青少年 通通在使用网络语言 他们觉得使用的时候很流行 传统语言气之必喜 通通不要因为没关系 对方便有 不断指出小的有好的网络语言 那就更多更坏的网络语言 好 双方时间到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 今天比赛的最后一个环节 总结陈词环节 首先有请反方四遍 林承杰同学 时间四分钟 开始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对方便有 还有在场的各位 可能听不懂我说什么话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说的是我的家乡话 莆田话 这种话呢 按照对方便有的说法来说 第一 我无法与对方便有 进行很好的沟通 第二呢 他这种话说出来 很多人都不懂 第三 如果小学生上课 还有下课 通通说这种话的话 会影响我们对国语的使用 第一次他写出来 都是按音译来的 我们大家都看不懂 对方便有 难道因此 我说这句普通话的时候 就冲击到我国的 传统语言文化了吗 对方便有 想要这些要件 是不可能成立的吗 今天对方便有 告诉我们说 一种语言 像网络语言这样子 它不能为大众所接受 不能为一部分人所理解 就叫做冲击了传统语言文化 可是对方便有 我们认真想想看 我举一个小例子就好了 在我的祖辈 在我的祖辈 听到我父辈 他们在听费翔的 冬天里的一把火的时候 他们是不认可的 他们觉得音乐 怎么可以如此的热烈 而在我听周杰伦的 双结棍的时候 我老爹很反对 他话说那么多 根本都听不清楚 这哪里还是中国人 可是对方便有 事实上就文化的交流 就文化的交流 每一代都在产生一种新的形式 至于我目前还不了解这种形式 难道因为我们目前 没有办法很好地去规范它 没有办法很好地 将它引导在一定的限度之内 我们这样非要一定要说 它是一种冲击 而不是一种丰富呢 对方便有 我想这一点是说不通的 对方便有 今天又告诉我们说 网络语言 它有一些地方 跟传统语言话 是无根无缘的 什么像 什么图形啊 什么东西 但是对方便有 我们认真想想看 剖析对方便有今天的观点 第一 他告诉我们说 字形有改变 有些符号一样 可是对方便有 归根到底 汉语是不是一种像型文字 今天用像 今天用像型 难道不是对传统语言话 在新时代以下 用一些新符号的表示吗 对方便有说 像型已经过时掉了 可是对方便有 如果像型都过时掉 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汉语文字 要被称之为像型文字 对方便有又告诉我们说 网络语言啊 它破坏了我们的语法规则 跟传统语言 是格格不入的 可是对方便有 我就想不清楚了 过去有一篇文章 好像是说什么 说那个鸿蒙燕的事情 里面有句话说 使军所来何操 对方便有 这句话兵主前置 都有点不一样了 跟现代汉语 完全都不一样了 对方便有 您还说这叫做 跟对过去很类似吗 可见一个语言 如果要发展的话 它语言形式的改变 语言内涵的改变 还有文体的改变 是必不可少的 可是对方便有 今天仅仅因为说 它刚出现 刚刚发生 就告诉我们 这是一种不好的行为 对方便有 我想这是我们双方都无法认同的 而对方便有 今天举出一个非常有力的例证 他告诉我们说 小学生越来越多的 使用了网络语言 小学生越来越多 在不规范的使用它 对我们的教学 对我们的传统语言文化 传承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可是对方便有 还是刚才那个例子 如果我胆敢在课坛上 说莆田话的时候 是不是对我们的教育规范 对我们的传统语言 造成 教授造成一定的阻碍 可是对方便有 难道这个时候我们要说 莆田话跟我们的传统语言发生冲击 要把它消灭掉吗 对方便有显然不适 作为师范生 我们要去规范它 要去好好的引导它去学习嘛 网络语言既然是一种开玩笑的语言 在网络上用过它 也就无凡大碍 如果说网络语言当中 有一些比较好用的词 我们可以互相借鉴而来嘛 就好像鼎铁灌水 这么形象的词语 我们将它引入到词典之中 难道不是对我们传统语言化的 一种吩咐吗 对方便有可能又会说 他说哎呀产生这么多的语言 每年才三十多个进入词典 这不就是表明大多数是一种坏处吗 对方便有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您没有告诉我说 剩下大多数通通都是坏的语言 第二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 对方便有我们现在说的多少话 多少词语是词典里有的 我们每天都在造出一千多个新词 然后您告诉我不在词典里面的 它就冲击了传统语言文化了吗 对方便有今天或许我站在这边 十九岁做的成子不够成熟也不够凝重 所以的话不一定很精彩 但是我想我一路走过来 打到最后还是能够回忆起说 我这一场比赛有多么成功 而今天网络语言跟我们一样 还是很年轻 他也不够成熟不够淡定 难道我们就不能够容忍他一下吗 对方便有传统语言文化 永远有一颗海纳百川的心啊 谢谢 最后有请正方四遍 廖彦均同学进行总结层词 时间四分钟有请 各位好 当面有今天一整个比赛的概念 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海纳百川 有问题是海纳百川 你要看它纳是什么川吧 要纳一条臭水沟 竟然让我们原本的海很干净 变得脏污遍布 当面有希望 这也是您方所希望的情况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所谓的丰富 绝对不是只有量变多 像当面有所说的 只要我们的海纳百川就好了 更重要的是 纳进来的东西 必须要具有一定的质感 具有一定的素质 我们才能够说它是一种丰富的过程 当面有告诉我们什么 他们认为啊 今天方言我们也会误用 可是不代表着方言 就冲击了传统语言 比如他们有去搞错一个事实 他们认为方言不会冲击传统语言 原因是在于说 方言已经成为传统语言一部分了 当面有刚才举了一个 他们家乡的方言 郭敌一是他们举的家乡方言 不就是我们现况之下的中华语言一部分吗 山东方言 广西方言 不都是我们现况之下的中华语言一部分吗 可是问题是 现况之下的网络语言 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一部分了吗 我想还没有吧 从对方便有举出来的例子就告诉大家 现况之下只有30个网络语言 这么多的几千万万的网络语言 对方便有却适而不见 只看到30个网络语言 对方便有就能够告诉我们说 网络语言已经成为传统语言了吗 所以我们发现对方便有这个论证 跟类比是不合格的 再来看看对方便有 他们在词上面有什么样的缺失好了 我方举出两个部分有缺失 第一个就是精准度上面的差别 对方便有告诉我们说 精准度没有差 它的精准度 现况之下的精准度也是有问题的啊 可是请问对方便有 我们中国字不断不断的在变多 我们的智慧不断的在变多 我们的智慧不断的在变多 我们的智慧不断的在变厚 是不是代表着我们不断的在弥补 我们以往精确度不够所带来的错误呢 所以我们发现的是什么 精确度不断的提升 是一个语言在发展的时候 一个既定的脉络 对方便有却还要反其道而行 把一个原本精准的妈妈妹妹 改成一个MM 把一个原本精准的哥哥改成GG 让人看不出他什么意思 对方便有 这是不是在反其道而行呢 这是不是更论证出 网路语言它其实是一个 不兼具质量这样一个语言呢 再看看第二个缺失部分是什么吧 对方便有说 对方便有说 网路语言它可以 可以使得我们传统语言更加丰富啊 可是我们还想要告诉对方便有 网路语言它的盛行 它的这个不断的扩大 将使得我们传统文化的承载产生断层 好比说十年前 我们的学生 总是能够把三字经啊 禁烟识这些 诗识明具拿掌上口 可是十年后的事件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 在重庆半个座比赛 200个座比赛的稿件被推荐 因为太多的火星文 在台湾 有十分之一的履历表 都是使用火星文来写的 代表还要告诉我们说 这不是一种冲击的过程吗 我要想要告诉各位的是 我们身为一个文化的保存者 我们必须要发掘出 中华文化它最有内涵的一部分 我们告诉各位 中华文化的每一个字 每一个句子 都具有一定的寓意 都具有一定的内涵 好比说我们看到 杜甫在春旺当中 藉由赶食花见泪 恨别鸟精心来表达出 那种国破教堂之后 那种深沉的感慨 而苏氏在赫紫游 敏持怀旧当中 藉由这个 雪泥红爪来表达出 那种人生当中 偶然留下来的那种刻印 这不就是 传统语言当中 最伯大精神的部分吗 但是当网络语言盛行之后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 这些词句一个一个被带换了 而所谓的跟这些哭泣 跟难过这些相关的字 都变成了简单两个字 哭哭 代表还要告诉我们 这种泰化的过程 不是一种冲击吗 杜甫有可能会说 欸不对啊 我们白话文推行至今 也没有看到说 传统语言被遗忘啊 可是问题是 白话文跟网络语言 本身就是一个不同 出发点的语言 白话文不是为了追求简便 所以它可以容纳传统语言 在它的文章当中 可是网络语言 它本身是一个 追求方便的产物 它自然就不能够容忍那些 过于繁复 过于这个复杂 可是它却具有内涵的 这些传统语言 在它的这些文体 在它的文体当中 所以这两者 其实它们出发点不一样的 只要你选择网络语言 你就注定了 你无法借由网络语言 来看到说 传统语言 我们以前那些 不大近身的文化 我想要告诉各位的是 我们确实 我们看到网络语言 它有它的方便之处 但这是因为这些方便之处 让我们忽略了 传统文化当中 那些比较繁复 可是最具有内涵的部分 这是我方必须要警惕大家的 最后我想 以王国威先生的一句话 做了今天这场比赛的结尾 他说 当然用语言封灭之时 被这个文化 所教化 所熏陶的人 就会感到非常沉重 我方希望大家 都不要成为 我们这群沉痛的人 谢谢大家 好 感谢盛宽双方同学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辩论 那么本场比赛到此结束 成绩稍后公布 再见 再见